发表一下他们的心声好吗 嗯 好的 不不 算了吧 不不 发表一下吧 就刚才 不不不 你刚才 就是我给你脸上的那一刻 突然 好 我公屏上 打出了一排字 好多人打的 哇哇哇哇哇 就是说你特别漂亮 然后就有几个人 控制不住了 问我 对面能当我妈妈吗 对面能当我妈妈吗 他们过去叫了吗 为什么 妈妈是什么梗啊 不是应该是女朋友的 这怎么 不是 有一回你知道吧 我给我家里脸卖 有小女孩 来了以后你知道吧 给我刷了一个保时捷 非要给我脸卖 我就给她脸了 脸了你知道她说什么吗 是不是 她说莉莉哭了 一喊我莉莉就哭了 她说我给我男朋友分手 然后我说为什么呀 我说你怎么这么伤心呢 她说我特别爱她 但是我还是接受不了她 我说你那么爱她 你还接受不了 她说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她说 就管她叫妈妈 你知道吧 就出了这个梗 为什么叫她妈妈呀 就是两个人亲爱的时候 管她叫妈妈 她说 你躲下来 我吓人了 躲下来 小女孩你知道吗 说了吧 神经病的 哭了吧 这是妈妈练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吓死人当时 你知道吗 难怪都跑过来叫妈妈妈妈 我说我这个梗 什么鬼是叫妈妈 什么神经病 那我再惩罚吧 那我再惩罚吧 嗯 那那个你就 你就要不 要不就 要不就你就帮我点点关注好 我感觉你人挺多的 那你刷 过来 叫十个人 如果 不让你大哥 不让你大哥 让那个小屁孩过来 给我刷一个保时捷 给你点点关注 因为给你流量 就是给你钱的 是吧 你拿一个 保时捷能换来几百个关注 我们家今天很难呢 真的 我现在连百元网都没有 让小屁孩 给我刷保时捷 肯定 OK了 屁孩宝贝 来家人们 咱们喜欢对面的 疯狂的给他点 疯狂的给他点 家人们 欢我小屁孩 大家帮我点点关注 我发个负带 对 发个负带 就可以点点关注 来家人们 咱们过去 抢个负带 然后 这样可以十个人入个团吗 可以叫十个人入个团吗 十个就好 就是我像粉丝团 你发个负带 让他们入团好吗 发了负带 他们可以过来 你让那个谁 让小屁孩发 你就别发了 他发不了负带的 他怎么发不了 如果主播能发 他只能发红包 让他发一个 红包就行了 那种强抖臂的红包 互关一下可以吗 下次可以玩吗 可以 你是主持人吗 咱们就别说这个问题了 官方不让我说 我就是之前 我犯过错误的 那我们互关一下 好吧 有时间可以说 好的 他们就一直在那里滚平 应该很好 我们家人们 咱们就是 就是你们给他 他们 没有恶意啊 他们就是说 互动性很强 很好啊 就是我跟你讲 直播间就是有互动性很好 辛苦了 谢谢 谢谢我不知道 谢谢龙力家的 你这是孙一宁吗 我认识 那是我好闺蜜 他当时 上热搜的时候 那表情班 你看是不是我 隋敏是你 他也 他不是也开始直播了吗 对啊 是王思聪的那个 那个主播吗 对啊 我俩 我俩是 其实我也挺喜欢他的 因为我觉得 那不是我好闺蜜 你知道吧 真的 挺好了 挺好了 你不相信吗 我 我相信啊 但是 就有的时候 他也 因为我看到 他也直播了 上微博的时候 你没看吗 我没有 没有看 我就看到 他的一个新闻 就是他给王思聪 王思聪的私聊 那私聊的表情包 那是我 你没看到吗 啥 哪个是你 就那个表情包 他们俩聊天记录里边表情包 我没有看到 不是 没有怎么留意 没怎么注意那么多的细节 还表情包 真行 他两个的里面的表情包吗 我没有看 嗯 关锅向前冲 但是他有直播 你也可以跟你闺蜜 我可以联想 他人都挺多 对啊 都一两万人 是吧 有的时候三万人 但我很喜欢他 我喜欢这种女孩 我也很喜欢他 行 拜拜 对对对 好 那有时间完啊 好的 OK 嗯 那个姚姚宝宝 你把二维码给我发过来 你是人家聊天中的表情包 我的表情包可火了呢 家人们真的 真的家人们 就是 我的表情包可火了呢 真的家人们 胡子拉插的 好 嗯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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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yang